我们失去美感主要因为只关心自己 沉溺于自我形象 小时候我们纯真愉悦 长大后却陷入焦虑 争执 负担 重新审视世界 探寻生活的真谛是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键 你丧失美感 快乐 清明 根源在于只关心自己 陷入形象的挣扎和冲突 真正的教育应该教导做事 而非制造形象 使生命成为学习的无尽过程 远离内心的挣扎和冲突 方能重拾生命的超凡意义 你和画的关系在于是否带着文字 形象观看 专注一致地看能够建立崭新的关系 有时间是喜欢的事会让休闲变得丰富 而关键在于对所做事情的喜爱 而非觉得自己很重要 如何清楚无聊 或许是在真正喜欢的事情中找到生活的丰富 你之所以无聊 是因为你发现只有自己 而你从未真正发现自己 逃避和排斥自我带来无聊感 通过真正看清自己 接纳内在和外在 你不再觉得无聊 了解自己喜欢做什么是最难 需要深入探讨 而不是追求名利 正确的教育是帮助你了解问题 而非追求职业 它需要敏锐 理性的心 不受既定信仰的舒服 良好的教育帮助你找到真正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追求名利 了解自己需要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 就像观察镜子中的脸一样 学习需要专注沉默 是在安静中体验内外的声音 我们只觉察到冲突 痛苦 快乐 却无法直接觉察到自己受到的制约 了解自己的执着或许是觉察制约的钥匙 但直接质疑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我们只有等到觉察了自己的逃避 才会知道自己受到了制约 免除制约的关键在于了解执着于逃避的根源 执着于知识和追求自由的和谐 是解决谋生问题的关键 和谐是平衡感 健全 整体感 思想无法创造和谐 明智是认知真理 认知真理 所以生智慧 明智创造了和谐 是智慧之子 保持耐心 了解自己的野心 正是现状之外的欲望 活在这个社会 谋生必然 但如何不让野心蒙蔽心灵 需要深入贪求 我是想将食然改变成应然 这很荒谬 是我的教育 文化赋予的野心 我贪婪 残暴 但不想把它改变成不贪婪 仁慈 如何观察这一切 不改变却深入了解 心要怎样才能完全转变野心 不论如何训练意志都是野心 观察雷同 欲望改变实人的行为 发现其中的野心活动 注视而不作 心变得聪明 最终终止野心 活在充满野心的世界 关系对人生至关重要 心观察野心的活动 了解野心的虚伪 变得非常敏感 知道野心是毒药 这样的心 必须与充满野心的人共存 以避免孤立 孤独的根源 是野心的活动 而消除野心活动 则消除了孤独 自给自足 就没有孤独 没有野心 在它的深度和美当中 有的是真正的爱 而真正的爱和自然有关系 你要这种爱 这种爱就在那里 你不要也没有关系 它的美依然是在这里 在深度和美中 有真正的爱 而真正的爱和自然有关系 你要这种爱 这种爱就在那里 你不要也没有关系 它的美依然是在这里 认知实际的是你的智慧 看清楚一切 不将实际引伸为真理 真理通过智慧 在实际之物上发生作用 社会建立在冲突上面 但是社会是你建造的 你该负责 心填满以后 就会很疲惫 只懂得照方抓药 本质上 这样的心就是庸俗 由于这种心是建立在习惯 信仰 人人遵行 而有利可图的成规上面 所以 不论内外在 心都觉得很安全 怕不再受打扰 今日种种 借由过去而生 今日种种也会形成未来的种种 现在就是过去一项未来的运动 我的过去没有什么意义 我来这里为的是舍弃过去 可是现在却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了解自己的心 了解自己的渴求 欲望 外在的和隐藏于内心的都要了解 有知识的累积就没有学习 能够了解自己 心就不会死寂 只有这样 才会产生那心灵无可计算的东西 心不受任何事物纠缠的时候 就是悠闲 这是观察事物的时刻 不受纠缠的心 才有办法观察事物 自由观察就是一种学习的运动 这使人免于机械化 追求权力 不论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 还是意识形态的权力 都很邪恶 都有破坏性 因为追求权力一定会制造对立的权力 于是两者永远冲突 内外皆无冲突的世界多么重要 爱你的所作所为 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 要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需要相当的智慧 教育的真正目的 不就是帮助你弄清楚这一点 让你长大以后 可以将全部身心投注于自己喜欢的事物吗 教育不只是教导各种学科而已 教育是培养学生内心完整的责任感 你们身为这些学校的教育者 应该有这种深切的关怀 关怀学生完整的责任感 看清这个真理 自然就会带来这种爱 带来完整的责任感 你们内心的眼 已经看到其中非凡的重力 你们本身已经看到 这样 你们说的话才有意义 这样 你们就变成光的中心 这光不是别人点燃的 由于你们是全然的人性 这是事实 不是漂亮的措辞 所以你们对人类的前途 负有很大的责任 学习无止境 这非常重要 观察外在的世界 你之外的世界 还有内在的世界 也就是你自己的世界 学习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非常非常重要 不带任何反应 任何抗拒地观察自己 这观察的本身就会产生作用 它会像一把火一样 烧掉以往的愚昧 幻想 学习有两种方式 一是追求大量的知识 一是实践 前者首先是研读 然后利用研读来的知识做事 后者是从做里面学习 然后累积知识 两者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从书本得到知识 一个是从做得到知识 两者都建立在知识 经验上年 然后我们说过 知识和经验永远都有局限 怎样健全地活在这个不健全的世界 这不表示我不谋生 不结婚 不负责任 要健全地活在这个不健全的世界 我必须抵抗这个世界 从自己内在革命 使自己健全 行事健全 这就是我的观点 教育是要让你有能力客观地看世界 客观地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看那些战争 毁灭 暴力 残酷 教育的作用就是弄清楚怎样在考试及格 通过学位 资格之外另外过一种生活 弄清楚必须是什么意思 先学习必须的意思 生活就是关系和行为 只有了解生活的全盘意义 生活才不会有一丝冲突的阴影 但是 一切环境里面 何谓正确的行为 有所谓正确的行为这种东西吗 行为有没有绝对正确 而非相对正确的 你的将来会怎样 我也问过了 是变成庸俗的人吗 庸俗指的是爬山爬到一半 是做事情只做一半 从来没有爬到山顶 从来不要求自己发挥全部的能量 全部的能力 从来不要求卓越 你的将来会怎样 你会很快成熟 还是很慢成熟 你会成长得很聪明 很优雅吗 你虽然在工作上是低流 但是你会不会很庸俗呢 不论做什么 你也许会很优秀 很不错 但是我说的是 心智的庸俗 心长的庸俗 你整个存在的庸俗 如果我可以建议的话 不论什么情况 都不要问怎样 一问怎样 你就需要有人告诉你怎么做 需要引导 需要制度 需要有人牵你的手 带领你 这样你就失去自由 失去观察的能力 失去你自己的活动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问怎样 你就变成二手人 心之所以败坏 是因为保护自己 抗拒改变 不容许任何人骚扰 每个人都有一种利益 使他有意或无意在保护 看守的 不容许任何人骚扰 我们的心之所以卑鄙 就是因为这种自理心 心的活动范围好像很广 有政治 科学 艺术 研究等等 可是思考却越来越狭隘 越来越浅薄 然后这种狭隘 浅薄就造成心的败坏 我们必须在意识和潜意识上 都了解心的整体 心才有可能重生